很多人拿到外用鍋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上面鍵 咪咪冒冒 這麼多鍵我到底要怎麼使用這個外用 第一個它可以當電磁鍋 左邊是沒有壓力的 右邊是有壓力的 它可以當電磁鍋 可以當電鍋 可以當壓力鍋 還可以消費 還可以炒菜 一開始用 我會害怕 用那個禮拜 你會按上 人家說那我會煮飯怎麼辦呢 你就把它當電磁鍋 米放進去水放進去 你三個人五個人八個人 按下去他就幫你煮好 補素 一樣不是要煮白飯 為了健康我加一點 比如說 所有的米 它要怎麼去做調整 就跟煮飯一樣 你不要輸的建議 放好比例 放進去 按下去 我們就OK 所以我不用調整 可能就是直接按我們的塊煮米飯 這個功能 對對對 你也不要說 我要設定幾度 然後我要設定多久 你把它當作電子鍋 但是它是一個超級電子鍋 滷肉 把那個肉放進去 爆香之後 蓋起來 然後開始按滷肉的功能 反正我們滷肉先炒 所以它可以是炒鍋 但接著我們要滷 它又是一個 電鍋或是一個煮鍋 我們可以在裡面煮東西 所以一鍋到底真的是很方便 我肉大快一點 我需要去調整時間 說那我可能再多滷個十分鐘之類的 不用啊 它就是這麼厲害 所以才叫萬用鍋 如果說呢 你想要在滷之前先煎一下嗎 沒關係 萬用鍋還可以當炒鍋 我們首先呢 先選擇爆炒煎烤模式 把它要炒的辛香料 還有豬肉丟下去 把它炒到香 接著呢才加入水 還有醬料 一樣配上去 鎖上旋鈕 選擇模式 香噴噴熱騰騰的家常滷肉 就完成囉 不論你要做豐肉 控肉 甚至是小塊的五花肉 欸 做法通通一樣 很多觀眾都在Facebook 或是打電話過來問說 我挽用過一直比比較 然後上面寫英文的1 然後寫個2 這12代表什麼意思 表示說你這個用法 有一點錯誤 不需要用壓力 你用了壓力 或者是沒關節 這些東西都會造成102 我們早期的那個壓力鍋 我們是用快做 快鍋是用瓦斯 我在用 我在煮得很正希 你會害怕 這個102其實是保護這個鍋子 這時候 要查看取消鍵 有一個取消鍵把它取消 然後慢慢讓它卸壓 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取消鍵 長安真的沒有辦法呢 那就把電源拔掉 所以其實真的非常方便 大家久等了 我們的醬料瓶改版了 你還在看食物做菜嗎 還是邊看手機邊煮飯呢 現在只要有了這個醬料瓶 做菜真的超級簡單 大廚的配方呢 全部都寫在上面 只要用它 就可以做出館子菜 不論是公保雞丁 還是燙處理機 我們呢 只要看著上面的刻度 跟著放入材料 搖一搖 醬料就完成了 炒菜的時候呢 把醬料倒進去 哇 做菜真的超簡單的耶 不論是8歲還是80歲 零廚藝都可以燒出館子菜喔 現在買完用鍋呢 就送醬料瓶 不用再擔心 買完用鍋不會用了啦 照著上面的配方 就可以煮出館子 買完用鍋從此以後 真的非常玩用 別忘了 為甚麼 配方 給計劃 你有沒有照顧 你有沒有太多 要讓一把 你讓我吃吧 好 你有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